咸菜是中国家庭喜爱的一道用食盐等调味料腌渍,一定时间后的蔬菜,有较强的咸味可长期保存 玉米含有七种抗衰剂可以有效的防止便秘、肠、盐、肠癌、心脏病等疾病 大热天就来煲咸菜玉米汤吧 玉米 番茄 咸菜 咸菜切丝 番茄切块 玉米切断 全部材料倒入汤锅内 盖上盖子按下煮汤煎煮30分钟 汤煮好了 可以按需要加盐调味 我喜欢喝原味就好 热腾腾的咸菜玉米汤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喜欢烹饭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我的 youtube有千多的食谱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还有别忘了要收藏食谱哦怕你划走后找不到我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咸菜豆腐汤食谱哦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了 感谢观看